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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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曲酒杯 中午滑去 喜欢一个人 举办庆功宴 庆祝手机播出 就获得好成绩 就这么巧 第一集中 郭雪芙也因为喝醉酒 被刘以豪背回家 播拍摄时 却是让刘以豪 失足苦头 因为他会真的放空 然后我想说 你待会如果要倒的话 你是第几下会倒 就希望先轮一下 他就说 你自己抓 你感觉一下 我现在喝醉了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对我就跟他讲说 你自己抓 然后就 就应该是第二下 要倒什么的 然后我就要往前冲 就他又拉回来 然后我就说 像这样子 然后说 D&D在狂气 然后因为整个被耍 就会耍他 不只当卑躬做苦力 刘以豪也展现 帅气的一面 首播中就大秀腹肌 好身材大放送 让观众眼睛大吃冰淇淋 开拍之前 其实D&D就是 一直在那边狂练 然后也希望剧主说 如果要脱的话 可不可以前程力 跟我讲一下 可以特别的克制一下 因为其实 在剧主的面前 需要宽衣解带 也是需要一点勇气 虽然说我这么爱脱 你说在家的时候 ZQ 在家的时候 热火睡吗 不知道在家的时候会热火睡啊 应该也会吧 热的时候下边会不会啊 我还是会穿裤子啊 我也会穿裤子啊 嗯 有吗 这不是现在的重点 从身材到剧情都是话题 演员们也许下承诺 要是收拾破二 剧组的猛男们统统脱了 更不忘拉郭雪福下水 我怕大家看腻 然后我们就请我主编这一位 主编这一位 主编这一位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全剧女的男生都要裸 裸上身 然后可能下半身只穿牛仔裤 然后就是比肌肉这样 那应该大家很想看 你跟他去 拜拜 这样应该蛮可看性很高 究竟能不能看到 帅哥们排排站大秀六块鸡呢 就要请粉丝们持续锁定喜欢一个人哦